爱无定所 失了魂魄 宿命的安排过分 可不 狼狈的我 躲在角落 残酷的暴雨 变大寂寞 还要忍受多久 自我放逐的漂流 划过一心伤口 切开尘封 回忆开始倒流 过去的错 纠缠不朽 这一刻 决定让爱回忆 回忆开始倒流 时光温柔 中滑了头 就能够 再度然而温柔 回忆时光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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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选择 找她的混音 韩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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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出去 快点了 你不要说了 赶快跟我去医院 放弃深度助谷 什么 医生 我妹妹怎么样 我们呢 已经给她注射了 目前上海最好的解毒剂 毒素呢 暂时得到了控制 不过 由于毒素是通过注射进入体内的 而且浓度和剂量 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解毒剂的治疗范围 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 不过什么 医生 无论如何 要救我的妹妹 不惜一切代价 你放心吧 现在呢 在国外 在研制一种新型的解毒剂 我相信 我相信可能会有帮助 不过 一来呢 这种药 目前还没有通过人体临床实验 有很大的风险 二来呢 由于是从海外运过来 少则三个月 多则半年 我相信 就算运过来之后 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们也是为之数 那有没有保守疗法 保守疗法当然是有的 但是如果时间拖了久了 毒素进入患者的大脑 可能 会对治理造成永久的伤害 不管怎么样 保命要紧 好 我知道了 大姐 锦儿你怎么来的 方七出事了 我能不来吗 这好好的 怎么就中毒了呢 有人故意的 是谁 我不知道 我在方七的手臂上 看到有个针孔 毒液应该是通过注射器 进入血液的 谁会这么寒毒呢 最近雨山一直跟她睡在一起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雨山呢 雨山人呢她怎么样 在家 刚才欢乱的时候我看见她 会不会是 先不说这个 我看看方七 等会儿 好 万一等会儿沈碧云来看见了 岂不是结巴胜枝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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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样 方七中毒的症状很严重 我是亲耳听到 方柔枝跟主治医生说要用保守方法治疗 你知道保守的治疗意味着什么吗 方七可能永远都不会醒 他根本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这样拖着好着 根本方琪拖傻了拖死了 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 医生有没有说过 除了保守治疗之外 还有别的方法吗 国外有一种新型的解毒剂 但是疗效不太稳定 方琪用的话 有可能会丧命 周景 我问你 如果你是方琪 你会因为怕死而保持成功吗 当然不会 那就对了 方琪的答案也是这样的 好了 交给我吧 方琪是怎么说这件事的 她想输水推舟 嫁祸给云萱 走了 没有人说怪你 没有人说怪你 妈妈说得对 都怪我 大姐相信 谁害房契也不会是你 母亲说的话 你不用太在意 她只是太心急了 等气消了就好了 过段时间也跟她好好聊聊 大小姐 公司来的电话 知道了 行了 没事了 放心吧 sisters 衣服很合身 看来你还是一表人才 很高兴又见面了 你放心 我会给你最优厚的待遇 不过 我有个要求 你说 不要再和雨珊来往了 现在是多事之秋 母亲对雨珊 上一次爆出来的新闻非常不满 我怕这样下去 你会害了她 方大小姐 其实 我跟雨珊 已经分手了 很好 你可以出去了 她真的行吗 我也不知道 试试看吧 这是欧文 是我英国最好的朋友 人称医学天才 本来我想原水解不了近虎 谁知道方琪出事后三天 她就来上海了 这不 被我就给抓过来了 但是 她知道方琪的毒是怎么回事吗 我带她去给方琪抽过血 而且她跟她的导师要来了实验报告数据 不行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 曾鸿说要出去走走 说在书房听了一晚上小夕在隔壁哭闹的声音 心里有点燥了 我说她是心不尽 她好像有些脑 说声音很大 无论如何都躲不开 可不可以这样说 曾鸿在那个时候的精神已经在崩溃边缘了 只要有一点点的动静 就可以刺激到她 方琪带着小夕住在曾鸿的隔壁 隔音还不好 我想只是一个万花筒而已 何必对一个小孩子那么大家责罚 家中变故 每个人都变得脆弱而敏感 万花筒 对啊 万花筒 这上面说 曾鸿去世不久后家里一个家丁的孩子 拿着一个万花筒在家里玩 被方若芝撞见了 把孩子的万花筒给砸了 怎么啦 万花筒 是这样的万花筒吗 还能有什么样的万花筒啊 我想起来了 她曾经放弃也因为这样的东西 失控过 我觉得事情肯定不止这么简单 这其中应该有什么联系 可是什么联系啊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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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没关系就是 就是擦了一下 我疼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没事吧 我需要帮助 我需要帮助 来 没事 死不了 我需要氧氧和咖喱 没那么严重 那你还是先去看到你的朋友吧 我觉得他可能会伤得比较重 我听到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他说什么 他说 他说他没事 他说 他说他没事 我需要你的帮助 他说你是优先 不用管他 周杰啊 之前怀疑你是我不对 我是被气糊涂了 所以才会跟你说那些混账话 我真的不是针对你 所以 我来跟你道歉 那 没关系啊 我也有坐在不对的地方 我也要跟你道歉 对不起 要动拼你 不行 还得再若无其事一点 周杰啊 你拜托我那个事情 恐怕是办不了吧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见到沈阿姨 但是呢 我最近发现了一件特别古怪的事情 所以特地赶过来告诉我 就是我发现我父亲好像在偷偷地 跟沈阿姨见面 所以说 他根本就没有生病 是不是还是得稍微表现他呀 真的没事 就这点伤我小时候在弄堂里 经常弄成这样的 我妈都懒得管我 你妈不管你 我要管你好不好 我需要帮助 以前方琪跟我说过 爱与痛是会同时发生的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就会觉得痛 我当时还不信 对 爱与痛 我觉得你 你还是先去看看他吧 他好像 没事 生气了 他说 做实验难免会爆炸的 他是向我来道歉的 什么 我需要帮助 爱与痛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等等 闭嘴 你 你这个贱人 什么 贱你个 我再表白 不说了 你刚才说 你以前不信什么 为什么呀 我又没有做错 是他无理取闹 我凭什么要低头啊 我凭什么低头 我不低头 好 我本来不想今天说的 我想过一段时间以后 等案子该破也破了 等凶手也被绳之以法了 那个时候说 会不会是更好的事情 但是我怕 那个时候 我还会进水楼台吗 那个时候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依赖我吗 那个时候 你会高价雇佣我做你的私人侦探吗 那个时候 你还会不会时不时地 脆弱一些 你还会让我趁人之危 但是变数太快了 所以我想 算了 现在说吧 她也会准处理 整个人都用了 你只要看得很不肃的 把人都跟我表白了 你觉得呢 接不下去了 难道你刚刚就没有一点心动吗 绝对没有 不是 你看看我 我这不帅吗 还是哪里不好 行了 我从第一天进你的家门 我就知道韩文亮最帅最帅最最帅 这点就不用再展示了 好 既然我收不了你 那就算了 得不到你的心 我也是不会赶你走的 我才不会像东瓶一样 谈个恋爱多别别扭扭的 如果我不赶你走 你就会待在这里 那就证明 我还是会有机会的对不对 这才对吧 小心你的手 你抢你给我碰的那个 大小姐来了 大小姐来了 我还是老样子 还是老样子 这个家呀可怎么办 大的不吃小的也不吃 真是伤脑筋 难道真是天要亡我沈家吗 太太没事吧 母亲负责身后我没有说她 我说的是雨伸 三天了利弥未尽 这可怎么办呢 对于方柔之来说 所有不堪回首的往事 和沾满鲜血的记忆 终将随着方弃记忆的消逝 而一并抹去 阻碍她独揽方尘的敌人 一个个倒下 她希望方齐永远不要醒来 更希望她在沉睡中 慢慢死去 小姐您就吃点东西吧 都四天了 您再不吃就算是铁打的事 她身体也禁不住啊 怎么样 还是不肯吃东西啊 那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给她送饭 她饿了 自然会出来 你 你 你 大白天的喝得醉醺醺的你真是 喝得醉醺醺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 爸 您跟我说句实话 您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出现 您是不是打心眼里面就看不起我 你是我儿子 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 关键是你心里怎么评价自己这很重要 你啊 我看你是喝多了 什么事马上回来再说 站住 不 为什么要给伯说钱 你说什么呀 别闯了 我都已经知道了 不对不对 应该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知道 我的文采没有那么初衷 但是我有情怀 我有想法 所以我找了周景来给我执笔 我们俩根本就是天作之和 主编也觉得我们把报社办得很好 而且我们也为报社增加了礼谔 那就在今天 他们告诉我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我的专栏根本就是一个破专栏 根本就没有人看 因为占了版面 所以每个月有三分之一的报纸 是卖不出去的 那就是因为 我的简单律师 您给报社按月结钱 补贴报社的损失 哦不对 你应该给的还不少吧 你应该让报社赚钱了吧 所以我们主编才会那么感谢我 对不对 没有那种事 爸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我是不是很没用 所以说你才不爱我的 对不对 别啊 你喝多了 有什么事 马上回来再说 好 金东平 你爱上我了 但是 我不爱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没关系 事情怎么样了 公司的几大股东啊 我都一一亲自地拜访过 他们表面上也都答应 说必要的时候 会支持的你一切的决定 不过 真的到了董事会 我担心还是有点悬嘛 因为我们毕竟不知道 柔知他是用的什么法说动他们 还有曾老爷在那儿呢 态度不明 不过我听说 柔知这两天还在约他 不怕 只要三大家族 还是站在我这边 那么我手上持有的股票 还是过半 曾家叔公 因为我家志文的事 估计还在生我的气 就随他去吧 真没有想到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 你别说 出镜他们这帮小朋友 还真有两下子 本来啊 我的人早已经在着手 解毒剂的事宜了 可是今天一早有人来报 说韩文亮啊 请了一个洋人 在家里做实验 那语气啊 看来这洋人很厉害啊 不过我想也好 双管极下 没准方琪的毒很快就消了 那您也要帮我 多照看着他们 如至现在 已经在安排 召开董事会夺权 我们偏偏又不能随了他的意 这种情况 他要是狗急跳墙 那么小孩子们的存在 就会放大对他的威胁 这对他们反而不利 你不用多说我要会做的 周景宇是按方琪身边 我都会安排人暗中保护 你就放心吧 那就好 那就好 古东那边我还是不放心 不过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那么 也是时候把消息放出去了 好 方琛集团继承人成迷 这人家都说啊 沈碧云独微俯独微俯 我可不羡慕他 儿子女儿都死了 最后万贯家财 还不是落在外人手里头 方琛集团继承人成迷 要我看呢 之前这个家里头死了那么多年 难保跟这个家产之争没关系 河门恩怨呢 我看这家迟早是方柔知的 开车 河门亮 河门亮 车 怎么了 你出来一下 周景不在家 进来吧 你还挺切而不舍的嘛 我听说你在外面已经不承认 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证明一下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方柔知动作很快 我没有抓紧时间阻止这些 又怎么了 今天的报纸 你还没看吧 沈阿姨在家抱病不起 齐绝健可这事你应该知道吧 病危 你的意思这是方柔知写的 我们没有进到沈家 你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对 这个好像不是方柔知习的 你看看这里 这篇报道表面上是想表达沈不云现在的困境 但实际上给一团迷雾的事情执行了一个方向 沈家的明征案都为的是什么 是财产 谁继承谁就是八字 没错 你想想看 方柔知除掉的每一个人 都是对他继承方程有威胁的人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得到方程 可是我想不通为什么 财产 权力 地位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使得他沾满清人的鲜血 伤害了那么多的人 对你来说可能一文不值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就算是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想要得到的东西 好了 好了 我们不要再奋试试祭祖了 想一想方柔知下不动作失诚 沈碧云的病危消息已经爆出了 继承人很明显 想想看 谁现在最惩不住气 方程的极大股东 废所 据我所知 这些股东占用所有股份的百分之四十 已经超过了沈碧云手上的百分之三十 如果他们有野心 他们一定会合理推荐 被另一个董事长上台 但是 他们怎么可能会靠向一分钱股票 都没有的方柔知呢 现在股东和方柔知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沈碧云 会把他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给谁 方琪我床不及 周景还没有进家门 名不正言不顺 雨山最不成绩 但是她最有可能 所以她的下一个目标是 雨山 我得先回一趟沈家 看看什么情况 好 随时保持联系 等欧文这边 把方七的解药制出来 方七醒了 可能会对我们有好处 你的真理是真心的吗 你呢 我先问你的 我 向来对每一个女孩子都很真心啊 你什么意思 男人嘛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红颜之计 当然是多多益善了 刚好她也有这份意思 对不对 你呢 怎么 想打架是不是啊 你怎么还不醒过来呢 方七 你知道我多羡慕你吗 你见过爸爸 而妈妈对你的宠爱 又几乎是无原则的 你的幸福既完整又完美 其实不只是我 应该说是我们 都很羡慕你 林泽 女神 也许还有大姐 可你不能像现在这样 真的被宠坏了 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好 你快点醒过来 我们还要一起并肩战斗呢 还醒 还醒 我们有了 我们有了 别离 真的 成功了 初纪 真的成功了 成功了 你的脸怎么了 又爆炸了 怎么 你心疼了 神经病 别没正经 我没事了 我只是把一个傻子给打醒了 我要香菲 香菲呢 香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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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疼 呀 呀 也 嗯 用色很大大 线条流畅 别了解心 整条可是猫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喜欢 很久不见 吃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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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加油 周婧小姐 张娃 你怎么来了 太太要见你 让我亲自来找你一趟 她为什么突然要见我 我还要别的事情 大小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刷小兴子 我这出来一趟不容易 你看 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 我的大小姐 我的姑奶奶 你怎么才能去啊 要不 我给你跪下 别别别 千万使不得 我跟你去就是了 太好了 快走吧 请进吧 请进吧 你没有给你 暂时没有 可是在过一个小时之后 在芳柔之回来之前 我又要躺回去了 既然你什么都明白 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出戏 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出戏 为了示弱 为了让她夺权 本来啊我想要一直压着这些事情 可是没想到却适得其反 在这过程当中 在这过程当中 她越来越强大 如果有一天她抓到机会 想要做点什么 我们谁也拦不住 对 与其等到那一天 倒不如趁着现在 顺着她的心 来个顺水推舟 让她清理 让她以为时机已经成熟 但其实还没有 江还是老的辣 你说得都很准确 都很对 那天 我竟然还想来跑来通知你 看来 我是自作多情了 我不是故意都不想见你 只是方柔之 是何等聪明的人 她知道韩文亮突然间到来 必定会怀疑 你们是里营外合的 所以 她马上跑到我房间来查看 我不见你 是为了想要保护你 保护我 我在你心目中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你让我来 就是为了问这个吗 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就说真心话吧 你沈碧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一个优秀的女人 但你是个很不称职的母亲 一个糟糕的妻子 没错 没错 我不是一个好妻子 更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装狠 霸道 自以为师 我亏欠了他们每一个人 我最对不起的 我最对不起的 是另一个 不对 现在这样 那未必不是件好事 至少在她走之前 消除了跟你之间的隔阂 重新回到了这个家 现在 她和她最惦记的小陈在一起 应该很开心吧 事到如今 也只能这么说了 当初 我送走灵阁 是为了让方琪不被指控 是杀害小陈的凶手 至闻死 欲分出来顶罪 本来我也是不愿意 可是后来还是默许了 因为我想消除 对方琪的不利证据 我对方琪的溺爱 这对灵阁 对羽山 对任何人都是不公平的 可是 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怎么做 因为方琪 是我和我这一生中 最爱的男人所生的孩子 你说的最爱的男人 是方国华 没错 是国华 其实我跟他之前还有一个孩子 我是未婚先孕 我父亲生气得不得了 在我母亲和我苦苦哀求之下 父亲才勉强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我还记得生他的那一天 我躺了整整的一个晚上 好几次 几乎觉得自己要死过去 现在想想 也许是孩子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 所以不舍得离开我 所以不舍得离开我 那后来呢 bodo 认识 穿 tego 这 arc 美人 啊 你看那 我想哭 好想哭 眼淚忍不住 只是啊 這一刻已遠走 不想把回你的記憶停在這憂傷的 畫面只想說你別走 我還有好多話沒說 不想把和你的緣分停在這盡頭 別後悔 別留遺憾 還勇敢說 不想把回你的記憶停在這憂傷的 畫面只想說你別走 我還有好多話沒說 不想把和你的緣分停在這盡頭 別後悔 別留遺憾 還勇敢說 別後悔 別留遺憾 還勇敢說